台湾民政党 瓜文哲总统 我绝对不会动摇 昔日挺韩五虎将之一的陈清茂 开直播就直接说 自己这次支持柯文哲 要力挺他选上总统 而且还要帮忙办三粉造势活动 柯粉 韩粉 以及郭粉 就是三粉联盟 共同来打 打赢这党的选截 陈清茂公开表态力挺柯文哲 23号还将在高雄举办 三粉联盟集合大造势 地点可能选在凤山或是岗山 而原本挺韩大将 这次总统大选 却没有支持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 反而改挺民众党柯文哲 过去同是挺韩的徐少贤 点出一个关键 并不属于韩国瑜在的中国国民党 他就属于韩国瑜个人的粉丝 你们要好好去思考的 并不是一句韩类韩恨投票 大家就会回归国民党 直接点出昔日韩粉票 不一定会跟着国民党 陈清茂将办大型造势 要当阿伯的陆军 而日前他也提到 接到党部主委说很多人在抗议 但他坚持自己的想法 说如果要被开除国民党党籍 不会抗辩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 就是下架民进党 希望进行政党轮替 狼友一昧无情 到底是要怎么样 其实看不太清楚 这是要演什么样的戏 总统大选过去韩粉 持续号召粉丝力 这回还想拉拢柯粉跟郭粉 自办三粉联盟造势 展现想下架民进党的决心 就考验粉丝团结能力 新新闻杨树武 陈珊珊采访报导